嗨 畫面中就是今天這個法式蹲陽間會用到的這個材料 今天這個影片其實主軸是這個應該算雙主軸啦 那其中一個主軸就是要來介紹這個西餐的烹飪技巧 這個基礎技巧之一Glaze 那這個Glaze如果直接直譯翻譯的話 就是上誘或者是誘料 那以很直觀的從字面上解釋來說 就是經過這一個Glaze的一個手法 一個沖刃過程可以讓你的這個餐點 就是像上了誘一般的這樣子充滿光澤 那閃閃發亮 好 然後第二個主軸 就是因為我必須要有個食材來呈現這個手法 那我今天選擇的是一個法式蹲陽間 那剛剛處理這個備料過程應該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蔬果 那跟這個香料包待會就是蹲煮的時候要用的 那今天這一塊羊間呢 是之前的聖誕節的廠商禮物啦 那終於有機會來把它用了 那我把它打開聞一下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應該說蠻多人就是很怕這個所謂的羊燒味啦 那我今天使用這個羊間的這個供應商啊 他就是都是提供我們公司的所有的羊肉料理的一個食材 那他們的羊肉蠻好吃的 這個生肉之間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味道啦 那當然煮熟過後的羊味是一定會有的 那但是我個人是還可以接受 好 那首先這個我就是先把 剛剛上面看到就是上面有這個屠宰章啊 有一些有顏料的部分嘛 我先把它去除 那接著呢這一塊羊間排 他有一整塊的這個排骨的部分 我也把它先分開 那待會料理的時候我會一起煮 但是就是之後再事後再吃的時候比較方便啦 那雖然這一整塊的這個排骨取開了 但是剩下的這一大塊肉 他在中心其實還是有一根骨頭的 那今天因為今天這一塊基本上是個帶骨羊間 所以他的骨頭比較多 那我就是要整塊帶骨一起去 去蹲煮 那如果時間比較多的朋友 當然也可以選擇把這個骨肉修青 分離的非常的乾淨嘛 那骨頭可以拿去控這個羊羔湯 那因為我本身已經有羊羔湯了 所以我就沒有另外再把骨頭修青出來控湯 我就是要直接這個連骨帶肉一起去做蹲煮 好那這個肉我已經先把它分離初步 肢解完畢了 接下來我今天使用的是鑄鐵鍋 鑄鐵鍋要先讓他熱鍋 要熱到一定的程度 因為我要先來煎這個羊煎排 這部分跟煎牛排很類似 鍋子絕對要讓他非常的熱 然後熱鍋之後加入油 油加入之後不要急著下食材 先讓這個油的溫度也上來 然後看到他開始冒煙 這個時候呢 把這個羊煎排撒上足夠的鹽分去調味 然後就可以把它下鍋 那羊煎排下鍋之後 這部分跟煎牛排基本上是完全一樣 應該說所有在煎料理肉類 不只肉類 任何食材想要煎上色 他的藥訣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保持這個高溫 然後不要一直去翻動食材 我知道很多廚師就是 就是會一直想去移動它翻動它 但是因為每次在移動翻動的過程 都是一個喪失 流失這個溫度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這種講求上色的食材的部分 盡可能的都是必要去動它 等到確定基本上應該是有上色之後 才會去做翻面 那這個所有的 可以看到我這個羊煎排 我四面 四面還六面 總之就是整個四面八方 都是要把它煎上色 那所有的肉都煎上色之後 把這個剛剛煎多餘的油倒掉 然後再把肉放回來 那我在這邊加入的就是羊羔湯 稍微講究一點的做法 其實在這個肉煎完之後 會把蔬菜料加進來炒 那今天我使用的是稍微懶人的做法 就是肉煎完之後就加入高湯 跟剛剛的這個Miraprox 這個大蔥、洋蔥、紅蘿蔔還有香草包 那比較講究的做法 這個炒蔬菜的做法 在日後我要做一個法式紅酒燉牛小排 我會來用這個非常講究的做法 呈現給大家看 好 那這個高湯加入之後 在上面蓋上這個烘焙紙 把它剪成跟鍋子一樣大的形狀 這個Gattouche 那它可以幫助你在燉煎的時候 這個醬汁往上 會透過這個烘焙紙 去做一個循環 那它可以讓它所有肉的上部 沒有即使沒有浸泡到 就是也都會有被這個高湯去這樣子帶過 那可以保持 那這樣可以增加它的一個均勻度 好 那把這鍋子加蓋之後呢 我是用華氏300度去烤 大概3個小時到4個小時之間 中間呢可以去稍微檢查看一下肉夠軟了沒 好時間到了出爐 那出爐之後 開蓋可以看到這個煙 非常的多 那非常的燙 然後 可以看到這個高湯 也是有濃縮掉了大概1 4分之1左右 然後再來看這個肉的部分 好 這一塊 這個排的部分 它的肉比較少 那肯定是絕對是夠軟了啦 可以看到這個完全骨肉分離啊 那因為今天我現在要直接接續的料理 所以我就直接把肉這個 這一塊羊肩排拿出來了 但是如果今天是做一個預煮 就是 沒有要馬上去完成這道菜的話呢 這個時候記得先不要把肉取出來 要先讓肉留在高湯中 那讓高湯連肉一起去降溫 因為這樣子可以讓這個 一些這個湯汁的汁 以回流到肉裡面 那這才不會造成水分的流失 因為如果肉拿出來接觸到外面冷空氣 肉裡面的汁就會一直開始往外跑 那這樣子的肉就會變得乾柴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小要訣 好 然後 這邊因為我就說了嘛 因為我馬上就要進行下一個步驟 所以我把肉取出來之後呢 剛剛的鍋裡的高湯將它過篩 過篩之後要濃縮 基本上大約會濃縮的將近到一半左右 那在濃縮的過程呢 跟在做之前做這個雞高湯牛高湯一樣 它表面上會有這個油份不斷的浮上來 記得把這個油份把它給撈掉 盡量讓這個高湯是一個比較清澈的狀態 那是情況啦 如果今天要濃縮的這個高湯量非常多 是需要時間的話 那當然這個時候就是要保留部分的高湯 去跟著這個肉品去一起降溫 那才能達到我剛剛說的 就是最濕潤保濕狀態的這個肉 好 然後這個高湯我已經濃縮到將近一半了 好 我把這個羊尖排放回到這個一個平底鍋中 然後我加入這個三大勺的這個高湯 那這個高湯呢 基本上叫做Groissant 就是它已經不是高湯了 它是高湯連 它這個是高湯 然後還跟著一起蹲足過肉類跟這個蔬菜 所以它就是高湯中的高湯 我用這個湯汁去跟這個肉要在一起加熱 然後這過程中這個湯還會在 湯汁還會再繼續濃縮 基本上會再濃縮到剩下只剩四分之一左右 好 然後接下來這一個步驟非常重要 那就是加上奶油 然後加入奶油之後 就會要持續一直去做交零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跟之前這個西山小技巧BASE 幽靈篇是一模一樣的 那最大的不同就是 幽靈BASE 它就是很單純的用油或是奶油 去加熱食材 那通常它的目的是 達到香氣進去到食材中 跟讓食材表面酥脆 那今天則是使用了高湯加上奶油 這會產生一個什麼作用 我相信比較有概念的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會乳化 那在乳化之後 這個醬汁就會變得濃稠 那在不斷的這個交零的動作的同時 就可以把這個醬汁一層一層的 包覆在這個你的肉上面 以今天來說是養肩排啦 那這個技巧非常廣泛的使用在 西餐很多的肉類上 那不論是可能像你在做菲利啊 或是牛小排 在一般都是這種紅肉類料理 會比較常見 那不斷的一池一池的去交零 那它這個不會一次就完整完美的裹在上面 這就是為什麼其實蠻花時間的 因為它就是要不斷的在這個醬汁濃縮的過程 不斷的交零 不斷的交零 那它這個醬汁一層一層的堆疊上去 最後的成品就可以看到這個肉開始散發光澤 那它是可以保持在這個肉上面不會消失的 好 那這個醬汁濃縮到差不多的程度呢 就是可以調味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一個蠻傳統的一個法式的調味方式 就是加入酸豆 如果手邊有這個油蜂蒜的話呢 可以加上一些油蜂的蒜拌 那調味最簡單就是用鹽 那今天這個醬汁可以使用這個雪梨醋 或者紅酒醋 就是這種比較深色的醋 來去做調味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在過程中如果有覺得這個醬汁有一點太稠啊 就是甚至開始油水分離的時候 那就代表這個油水的比例已經不太對了 那在這中間呢可以再加入一些高湯 或者是一些水也可以 那就是再讓它這個重新做乳化 好 那重新乳化再重新焦零 達到這個最後平衡 然後你看到這個肉都是完整被包覆住的時候 這道菜就完成了 好 那我就把這個羊尖排移到這個容器中 那剛剛這個燉煮羊尖排的這個紅蘿蔔啊蔬菜 我也都把它放進來 那通常我們在餐廳啊 那跟著這個肉類一起煮過的這個蔬菜 基本上大概就是沒有用啦 其實是不會拿來吃的 因為它基本上已經不太有味道 它所有的味道都已經被煮出來了啦 那但是因為自己要吃的 我就不太講究那麼多 那最後再把這個所有鍋子裡面剩下的這個醬料 都把它全部刮下來 那淋在這個羊尖排上面 最後再撒上一些就是你自己喜歡的一些綠色香料啊 增加一些香氣跟顏色 那今天這個法式燉羊尖排 那附加這個烹飪小技巧 這個Glaze這一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希望這個小技巧片能夠幫助到大家更認識西餐的一些烹飪步驟 那有問題也歡迎大家留言在影片下方讓我知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